物理不无聊不无聊 今年我暑假去冲浪浪好大呀 水面形成的水波可以看得见 那么你知道还有哪些波浪是用眼睛看不见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声波是看不见的 没错声音是空气分子震动造成的 我们可以用耳朵听到空气的波浪 根据我的资料库光线也是一种波动 是由电场与磁场所组成的波浪 没错眼睛可以看见可见光 但是超出可见光频率范围的光就要靠仪器侦测了 其实宇宙中还有很多种波浪啊 例如还有一种在星系中传播的重力波 就是由恒星之间的重力造成的 有一种刚刚才被人类探测到的波浪 请问教授能否为我输入资料呢 当然可以 那是美国的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 在2015年首次直接探测到的重力波 重力波是什么 重力波是我在100年前发表广义相对论时思考到的现象 是巨大物质的重力在时空之中产生的波浪 假如在宇宙中有两个质量很大的星球 它们周围的时空就会被比较明显的被扭曲 当它们碰撞前相互环绕的时候 就会造成周边的时空扭曲 以波动的形式往外传播出去 这就是重力波 然而重力波非常弱 造成的时空扭曲现象是肉眼看不见的 究竟重力波有多弱呢 重力比我们平常接触到的电磁力 足足弱了万亿亿亿亿倍 即是差了36个零啊 就是因为重力波非常的弱 一直到100年后的今天 人类才有能力制造出能探测到重力波的仪器 在2015年9月14日 探测到的重力波叫做GW150914 是由两个质量分别是太阳质量29及36倍的黑洞 在13亿光年外结合放出的 这个重力波在浩瀚的宇宙中走了12亿年 最后来到地球 被两个位于美国的 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探测到 这两台重力波天文台 侦测重力波穿过地球时 造成两道光走的距离不同 改变量大约是原子大小的千分之一 LIGO的工作原理 是雷射光经过一个分光镜后 会沿着两条相互垂直 长4公里的雷射光隧道传播 在隧道的终点 会有反射镜再将雷射光沿着隧道反射 并汇聚在同一点上 当两道雷射光所走的距离一样的时候 两道雷射光波会同步 就会形成建设性干涉 当重力波通过时 空间发生扭曲 造成两道雷射光所走的距离不再相同 这时候 两道雷射光波就会产生边差 汇聚时就会产生破坏性干涉 原来汇聚的光点就会变暗 利用干涉图形的明暗变化 就可以用来侦测与计算中米波的强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